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洲华尔街 咱们中国人说中国话的自己的美股节目 首先呢来看一下财经7日的回顾 因为本周的行情呢波动非常大 而且呢很多大的公司呢都纷纷发布财报 比如说谷歌微软呢 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公司 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环球财经7日 一周财经大事竟在掌握 4月17日卡塔尔多哈 在华尔街乐观的期待下 经过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 欧派克与非欧派克产油国周日的动产协议 却已失败告终 委会官员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出动产决定 失败的主要因素是 伊朗依然态度强硬地拒绝接受动产协议 而其他国就伊朗是否应该参与动产协议 所在严重分歧 其中另一个产油大国 号称只有伊朗动产自己才会动产的 沙特阿拉伯表示严重不满 也是本次动产协议流产的关键所在 4月18日美国 美国著名的网络视频流媒体公司Netflix 在周一谈后发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 其盈利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营收和预期基本持平 然而由于第二季度新宗用户指引的 250万远远低于420万的预期 导致财报一经发布 股价就遭受了断崖式的暴跌 Netflix是一家有得的财报发布时 会引发股价暴涨或暴跌的传统公司 这次暴跌让赌财报的投资者 帅了个大跟头 4月19日科威特城 至于科威特石油工人和工会宣布 他们已经结束了从上周末开始的工人罢工 同意在当地时间周三上午7点开工 这次为期三日的罢工 是由数千名科威特石油工人发起的 旨在抗议政府削弱工资的计划 本次罢工导致了科威特原油产量锐减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动产协议 对油价的利用影响 支撑了油价 罢工结束后 原油的反弹势头遭到了阻碍 4月20日 俄罗斯莫斯科 多花动产协议谈崩的影响继续发酵 周三 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 沙特有能力大幅提升能源产量 而俄罗斯也有这个能力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将产量提升到历史新高的准备 这主要是针对沙特关于有能力将日军原油产量提升的 这一言论的回应 本来俄罗斯曾是动产协议的主要倡导者 因为油价的下跌已经对该国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目前两国都还没有实际的行动来提升原油产量 这究竟是外交上的嘴炮 还是实际行动 还需要 好 欢迎回来 坐在我右边的是杰老师 坐在我旁边的是美女Kingsley 大家朋友们说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 我们场外呢 还有这个Will和孙老师 以及我们的ETF专家Judy 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行情吧 先从杰老师来开始说 从这个这一周行情来看 我们的预测环节呢还没有有胜负 根据我跟这个Will刚才讨论啊 就发现就是说 纳斯达克本周是可能是跌的 因为微软 Microsoft 谷歌 星巴克他们业绩在昨天爆出来以后呢 都不是很好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的商品期货啊 权限的上涨 金融股呢在JP Morgan上周发烧以后呢 本周呢继续的不断的持续的带动大盘 金融商品期货 特别是原油类板块 今天已经到44了 这个比我们原来说41都不可相信的 才高出了10个点 但是啊标普的这个走势呢 还是终于呢在2111 2111点高位开始回落了 现在大概在2083附近挣扎 从波浪理论来看呢 啊似乎已经小五浪结束 可能进入啊大的三浪回调 这是16wave的newsletter里面写的 Steve Harchberg 呃他过去预测的比如说原油黄金 都非常的准确 但是对股市来讲的话 嗯还是有一点偏差 不过还是值得我们参考 来我们听一下我们的算命先生 Jair老师啊 怎么看本周行情的 呃本周行情呢可以说 整体上这个运行节奏啊 其实是按照一个低开高走的 节奏运行的 那么我们知道啊 本周的这个股指期货开盘的时候呢 是大幅度的一个跳空低开 那么从周线节奏上来看的话 如果把这个呃七指的运行节奏呢 算算算进去来呃算进去之后的话 本周的这个阳线实体还是有的 只不过上方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 获利回土行情的出现 尤其是在这个本周这个周五 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在这个科技板块的大盘的一个呃 调整的这个带动下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标普和道指啊 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 获利回土的一个行情 那么上引线的比较比较长 这是从技术面我们单单独来看的 但是从市场的运行节奏上来看的话 整体上还是稳步的去向上去呃去去推动的 那么我们知道哈 目前来讲的话呢呃距离本月那个收盘 其实还剩下最后一周了 那么下周的这个行情呢 我觉得应该是波动应该是更加具有这种戏剧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下周收盘我们就知道四月份了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五月份的一个呃 呃五月份的一个行情 那么我们都经常呢听到这个投资者呃 会去听到市场去说哈 sell in May, walk away 这种这种说法 但是到底能不能来 我们需要呢在下一周的这个行情当中呢 才能呃看到 那么对短线上标普而言的话 我个人呢还是关注这个2070点位的一个支撑性 那么短线上如果说这个点位呢 呃没有被跌破的话 呃那么目前来讲 还是仍然是处在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一个修正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关注这个周五这个收盘 看看能不能就是说在这个2070点位上方守住 最好呢尾盘的时候呢 如果说能出来一些推动行情的话 这是最好的 好的呃 杰老师的分析以和一六位呃 呃讲的非常的准确哈 Steve Harchberg是我的呃我是他的绝对的粉丝哈 他说2073如果跌破将会确认整个大盘可能会继续下行啊 大的correction可能5到10个percent的一个调整可能会出来 那么另外呢我们Richard老师呢呃也在这个就是上周六去San Jose跟我聊哈 我也觉得蛮有道理 他说执政党呢可能会在利用这个点位呢进行砸盘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在8月9月10月可能sell in may walk away 4月份5月份通常是股市季节当中非常危险的呃一个月份呃 4月底特别是5月初哈特别危险 那么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拭目以待 基本上一六位和杰老师的呃这个预测呢都在看这个2073到2070如果跌破将会确认下跌 那么呃Richard老师呢呃说到执政党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来呃获得我的这个公众号每天的文章 就是说大选年的最大的阴谋呃这个文章点击率非常的高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听阴谋论啊阳谋论啊呃包括这个呃今天呢呃Dawkes呢就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专栏作家 他在他的收费博客当中呢建议呢大家做空FXI就是中国的这个看跌中国在香港上市的这个中国概念股的一个ETF 他说呃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成长已经在继续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长期债务呢是非常严重啊呃我昨天也和一位会计师聊天 他说中国的银行的债务是东东墙补西墙啊然后呢债务是吓得惊人啊那么这个债务问题特别是中国A股最近的走势啊在呃应该在前天吧出现一轮暴跌呃那么这个走势会不会 引脱累啊美股呃特别是现在大家都非常乐观现在的恐慌指数已经接近这个全年的12月周呃12月的一个新低所以呢这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好所以三人传里面呢下周呢我们会有一位啊老法师来但是呢呃空军司令加算明先生也是非常逗的 我我想呃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美女Kinsley我们的编辑哈分析就是本周二啊Donald Trump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可以说是很少这是这个纽约州呢是他们的home state也是美国第二大州那么下面呢就可能进入了加州大选从这个呃Donald Trump和希拉里呃都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面的初选的胜利来看呃 呃你认为对美国股市会不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刚才Richard老师说到执政党民主党因为奥巴马连续八年的执政以后呢希拉里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对美国股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会不会因为恐慌Donald Trump呃如果他在候选当中不断的这个名义不断上升会不会对美国股市产生影响呃我认为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毕竟政治对于经济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呢Donald Trump在之前也是表示对美联储现任主席耶伦并不是非常的欣赏 他认为耶伦虽然在利率方面的政策还算可以但是他说如果我上台的话呃会有更好的人选 所以的话可以看出这方面呃对联储主席并不是特别满意应该也会对股市造成一定的影响外加下周就会有呃联储的利率会议呃是下周二和下周三然后之后应该也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波动嗯好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有精彩的预测环节呢 希望大家看下半部分或者说休息一下我们凤凰卫视的朋友再回来好谢谢